四川方面有沒有說在近段時間的情況轉差 有再提供一些協助等等 其實我們都跟厄龍那邊有很緊密的聯絡 因為我們當然都有一定的經驗 但是有時去到一些細節 也請教他們看看有什麼可以做到 原方和內地方面有一定的緊密接觸 所以他們一直都知道安安的情況慢慢轉差 也給了我們一些意見 所以到最後沒有辦法作出這個決定 我見海洋公園在發稿上也提到 海洋公園和漁護署的獸醫在徵詢中國大熊貓 保護研究中心之後 決定被安安接受安樂死 當中考慮那個因素包括有哪些因素 或者是身體一直都弱 其實去到什麼程度 決定真的要用到安樂死的處理 他從17日開始就沒有吃到固體的食物 其實一隻大熊貓 你都知道牠們的食量都可以很好 但是始終完全不吃東西 只是喝一些流質的水等等 煉解質 飲料 所以牠只會越來越虛弱 所以我想我們看到牠睡覺的時間多了 活動的時間又少了 所以覺得牠都真是一般 牠的身體越來越弱 所以就開始留意到牠可能睡覺的時候 也都可能不是特別舒服 所以就要作出這些決定 說到之後 安安是否會繼續有些悼念活動 會持續到什麼時候 還有牠在住的地方 會不會有別的想法 我們現在就放了紀念冊在外面 其實昨天和今早 我們預計都會有很多市民 和安安的生子來簽名 到聯邁安安 也都放了牌 我想希望接下來的日子 不同的朋友 上來和安安拍牌 拍張Selfie等等 我們都會繼續去安排 對於牠的展驅 我想我們都會暫時保留原狀 稍後或公佈一下有什麼新的安排 不過暫時是不變的 他的遺體 例如過往 另一隻大紅貓 2016年離世的時候 譬如牠的一些鞋骨 我看到有做到研究或者保育 另外有些骨灰 就是殺了在一些土地上 也種了棵樹在上面 暫時有沒有計劃安安的後市 是否都是類似的安排 還是有其他想法 是呀 其實我們都和相關的政府部門 和中國大紅貓保護研的中心 那裡跟緊一些細節 剛才所說 譬如可以好像街街的遺體 骨架 其實對於科學學術的用途 作出了很多的公言 所以我們有決定的時候 就會向外面公佈 我看到海洋公園也提到 安安佳佳一直擔當保育大使的重任 協助海洋公園宣揚自然生態和保育知識 另外的紅貓 是否會繼續擔任這個工作 是呀 我們當然還有 公園還有16歲 我們兩隻很可愛的營營同樂樂 無論安安佳佳好 營營樂樂好 他們都做了很多不同的 在保育上的貢獻 所以希望營雲樂樂 大家都可以多些來探望他們 探望我們這兩個保育大使 有否希望中央再送大熊貓 或者給大熊貓香港 我們當然歡迎 紅貓是一個海洋公園很重要的環節 也是一級的保護動物 所以我們是歡迎的 都希望由海洋公園照顧 是嗎 是呀 因為始終我們同事 都有一定的專業 所以過去這二十幾年 都一直照顧著 安安佳佳 營營和樂樂 所以海洋公園是一個 對的地方 好的地方 去繼續紅貓保育的工作 坐下 大家看 旁邊 在網站 感谢观看